美国女子不一样的爱情故事 从母女到伴侣 本文讲述的是两位美国女人之间非碰寻常的爱情故事 她叫菲利斯 她叫莉莉安·费德曼 1971年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教授莉莉安联系了该校中心之一的学术负责人菲利斯 商讨筹办一个研究项目的事宜 两人从此相识 也开启了一段接近半个世纪 崎岖坎坷的浪漫故事 地下恋情 1970年代初 包括加州在内 美国几乎所有州都有歧视同性恋团体 LGBTQ的法律 1975年加州才通过法律使同性之间性行为合法化 该法律在1976年生效 可想而知 那时的同性恋伴侣都是偷偷摸摸 不敢让别人知道的 莉莉安对BBC表示 当时的美国人们是同性恋为犯罪行为 因此大多数同性恋都不敢公开身份 菲利斯和莉莉安开始秘密约会 并没有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但大学同事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因为他们总是在一起 几乎形影不离 莉莉安说 当她开始出版关于女童历史的书籍时 周围的人对他们二人的关系都已经心知肚明 成立家庭 莉莉安和菲利斯不但希望生活在一起 还梦想着能有自己的小孩 组成一个家庭 1974年 两人决定生个小宝宝 34岁的莉莉安寻求生育诊所专家的帮助 当时在美国使用人工受精方法怀孕的人本来就不常见 尤其是对一个单身女性来说 但莉莉安成功地说服了医生 同意帮助她 莉莉安对医生说 自己有博士学位 又在大学担任要职 因此让许多男性望而却步 幸运的是 医生相信了她的话 并成功地为她实施了人工受精 莉莉安怀孕了 1975年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阿夫拉姆 她们有了一个真正的三口之家 但不久 她们就认识到 这种家庭缺少法律保护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就有可能给她们带来诸多不便和问题 比如 如果阿夫拉姆病了 菲利斯需要带她去看医生 但是菲利斯并不是阿夫拉姆的法定保护人 莉莉安说 这还不算 万一自己遇到不测 菲利斯无法从法律上保护儿子 因为菲利斯不是阿夫拉姆的法定父母之一 这尤其让莉莉安感到不安 此外 当时的法律也不允许同性恋伴侣领养孩子 然而 当时加州的法律却允许两个成年人之间办领养手续 只要双方年龄相差十岁以上 于是 他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机会 菲利斯领养了比她小11岁的莉莉安为女儿 这样 菲利斯和莉莉安就成了母女 菲利斯也从法律上成了阿夫拉姆的外祖母 莉莉安解释说 这样做可以绕开法律 两个妈妈 2008年 加州开始允许同性婚姻 菲利斯和莉莉安很快就结了婚 他们的关系也由法律上的母女关系变成了真正伴侣 那时很少有来自同性伴侣家庭背景的孩子 所以 儿子阿夫拉姆小时候总是对小朋友介绍说 菲利斯是他的外祖母 但是在家中阿夫拉姆还是把菲利斯当妈妈 他叫他菲利斯妈妈 如今阿夫拉姆已经长大成人 并有了自己的儿子 但他依然叫他菲利斯妈妈 一波多折 正如前面所说 当加州在2008年允许同性婚姻之后 菲利斯和莉莉安在法律通过的第二天就结了婚 他们太神速 以至于在结婚前并没有解除两人之间的母女关系 因此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 他们既是母女又是婚姻伴侣 虽然对他们二人来说 母女关系只是为了法律方便 是一纸空文而已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他们后来才了解到 根据加州的法律 如果没有解除母女之间的领养关系就结婚 意味着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 不仅如此 如果他们没有取消领养关系而前往美国一些其他州的话 还有可能被控乱伦罪 因为美国各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2015年 美国所有州都开始承认同性婚姻 他们认识的一位律师建议他们废除领养关系 重新结婚 就这样他们解除了母女领养关系 但阿夫拉姆认识到 这就意味着 菲利斯与他不再有法律关系 因此 阿夫拉姆又重新要求菲利斯领养自己 领养仪式非常温馨 阿夫拉姆的妻子和儿子也出席了仪式 而对菲利斯来说 这一时刻更加特别 这位已经长大成人的男子 和也是他从小带大的 在阿夫拉姆还在莉莉安腹中的时候 菲利斯每晚就会给他唱歌 他出生后 菲利斯帮着照顾 为他换尿布等等 现在 阿夫拉姆正式要求菲利斯妈妈领养他 成为他合法的妈妈 这让他非常感动 经过数十载的艰辛曲折 这个家庭终于获得了他们所追求的法律地位 2003年 莉莉安出版了一本叫 《Naked in the Promised Land》的自传体 讲述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故事 他们的故事也是美国女童真取平等权利 幸福婚姻家庭的真实见证和写照 观后感 太感动了 希望他们永远幸福 你们有什么感想呢 希望你们支持彤彤的成长 订阅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通知你最新情报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点赞留言哦 感谢观看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